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人在意这样子一个阴柔特质的男孩 最后这个男孩是死在厕所 因此那时候在民间团体及学者的努力之下 我们台湾呢在2004年通过了性别平等教育法 而今年也将是性别平等教育法满十周年 可是在满十周年的这一刻 我们竟然听到一个在课堂上 发表歧视言论统统言论的曾品杰教授 竟然担任第六届的性别平等委员 这是令文令们在性别平等教育上 非常非常感到不满意及愤怒的 非常讽刺的是 今年其实是性别平等教育法实施要满十年 是第十年 而性别平等教育法实施十年以来 一直落实不利 最落实不利的就是同志教育的部分 更讽刺的是 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的成立 其实也是依据性平法 而教育部在今年的新任委员里面 却去聘任了过去有反歧视的 过去有歧视同志的发言记录的两位学者 这样的做法 真的是教育部送给台湾性别平等运动 非常非常讽刺的一个十年礼 身为教育的接受者 我们更是无法认同不懂得平等 以及教育的精神来担任 我们的为人师表 同学上昨天举办的 拒绝争议人士入选教育部 性平会的网络Facebook活动 已经在不足一天之内 有近千人参加 终止是要开抗议教育部 为精神性思考 增品检验以及低选分两位学者 身为反同志 基督教争议背景 便鲁满地将两位教师 聘为教育部性平会的委员之一 这两位学者曾多次公开发言 歧视系的言论 后者则是 真爱联盟的核心成员 真爱联盟核心成员 曾多开多次公开发表 反对多元性别教育的委员 这样的立场有强烈的背景 真的能客观地升任 教育部性平会的委员吗 反对同志教育的 真爱联盟核心成员 竟然也可以担任性别委员的委员 但我们法规在明白定定说 性别平等教育应该涵盖 同志教育的时候 当我们社会里真实存在的 同志家庭还需要更多理解 性别平等需要更多友善的教育环境的时候 我们教育部却倒行逆施 找来反对同志教育的委员 如何能期待他们能够秉持专业 能够推行良善的性别平等教育政策 那如果今天教育部想要借重 曾品杰老师的专业的话 我们可以先请曾老师解释一下 这个条文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然后解释完之后呢 让教育部理解 让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了解之后呢 曾老师就可以自己辞了委员的工作 以表示他自己有法律专业 然后可以一步到位的解释法律是什么 然后以身作则的实践法律的规范 我是曾品杰教授的学生 我就修他的课 我叫江运生 之前已经很没有礼貌的 在台大的研讨会上面 呛过我自己的教授了 我感到羞愧无比 但这次我要出来骂的是教育部 为什么教育部可以决定性别平等委员会的委员名单 可以这么的草率 这么的随便 而且决定的名单出来之后 就是惹出这么多的争议 如果教育部不清楚自己身为性别平等教育的舵手 应该做什么的话 我是实在难以想象 我们国家的各个教育阶层 国中 国小 高中 大学 我们能在每一个教育机构里面 是怎么样去落实所谓的性别平等教育的 性别平等教育法是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有像两千年不幸过世的平东国中的叶勇志同学 这样无数的性别气质性倾向的性少数性弱势的孩子不断的受苦而来的 性别平等教育法是为了终结这样的苦难而来的 性别平等教育法施行细则的第八条 有明文的规范什么叫做性别平等意识 并且性别平等意识是各级学校 在聘任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的委员的时候的必备要件 教育部的委员理所当然的必须要具备性别平等意识 请大家来听听看 我们的性平法里面规定的性别平等意识是什么 本法所称的性别平等意识是指个人认同性别平等的价值 了解性别不平等之现象及其成因 并具有协助改善现况的意愿 各位以曾品杰教授过去的语录 以他过去在学校在立法院工厅会在研讨会的语录 他有了解这些不平等的现象的成因吗 他本身就是这个不平等现象的成因 他本身的行为就是在造就这样的不平等现象 他不但没有意愿协助改善他 他有的意愿是要持续的维持这个不平等的现象 维持这个被排除的现象 性别平等教育不是只有在教男女平等 性别平等教育还在教性别认同的平等 性别性倾向的平等 还有性别气质的平等 那我想今天很遗憾的是今天这三位 我们特别指出来的曾品杰教授丁雪英教授和艳涵文教授 他们这三个人并不了解我刚刚所讲性别平等教育的真谛 教育部说他们选任曾品杰教授作为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的委员 是因为他的专业 但是我们了解曾品杰教授他是留法怀来的一个教授 他的专业是财经法律 那我不晓得财经法律跟性别平等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 那再来就是说身为也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法律人 我本身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 我觉得很遗憾的是曾品杰教授在法国这段期间 没有让他了解到法国社会的对于性别平等 上那个长期远远流长的历史 法国在今年四月已经通过同志婚姻了 那我想了解曾品杰教授对于法国四月份 明去年四月份通过同志婚姻合法化这件事情 他的看法是什么 并别要平等 性别要平等 其次要滚蛋 其次要滚蛋 性别平等教育法通过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已经离开校园 但就正是因为过去不谈性别 老师不懂 学生不会 让许多人在成长过程中 因为性形象与性别气质受到欺负 受到欺负 嘲笑 我们一路走过来 蹭过来 因此知道性别平等教育的重要 这个法的宗旨 就是要促进多元性别地位之实质平等 消除性别歧视 让各种学生能够受到尊重 在校园里面学习 今天竟然让几位性别平等概念不合格 过去早已有前科累累 以学术知名行偏见歧视之实的人进入委员会 这个决议过程是什么 我们看不见 教育部宣称专才是什么 我们也没看到 我们看到的是过去各种 以宗教霸凌 驾铃 学术发言 以学术包装宗教价值的欺满 教育部不要装傻 真实的面对性别平等这个价值 教育部也不要当傻子 要硬起来 不要当政治筹码交换的棋子 问一下 要不要我们的委员要不要有性别平等的一个概念 那如果他歧视言论的人他可以进入到性别平等委员吗 我想各位今天的这个意见我们都知道 那我们也会来做一个这个了解 跟这个相关的一个处理 是了解够吗 各位是了解够吗 好 好 那个 我想各位的意见我们都很清楚了 那我们也会来做后续的一个了解跟处理 那我想其实 呃 今天这个各位来 我想很多伙伴我们过去在 过去的这个两本的教学参考资料 还有包括我们三厂的性评法的公听委 我想我们都是站在同一个阵线 其实我希望大家相信 教育部其实在推动性别平等 跟这个所谓的性别平权这个议题 绝对是不遗余力 也绝对是走在这个各位的这个前面 我想在这个部分希望大家对我们要有信心 我会说 不要说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好像有一两位委员 大家觉得说有点疑虑 就觉得说我们是不是 对于性别平等的推动 会这个停下脚步 或者甚至是倒退 我要跟各位在那边保证 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性别要平等 性别要平等 其次快滚蛋 性别要平等 性别要平等 其次要滚蛋 我应该 PCB Wool食 尤其さん 考虑 绝对 谈 学生 点 感谢观看